科技大厂苹果新的总部在加州库比蒂诺即将完工 结合了科技与环保,进来空拍画面流出 外界猜测明年的iPhone 8手机可能会在这里发表 这段无人机拍摄的视频显示的是苹果公司 位于加州旧金山湾区库比蒂诺的Campus 2新总部 占地面积176英亩 原型主建筑犹如降落的宇宙飞船 采用大量太阳能电池板 一个玻璃制的主要中心建筑 新总部的原型地下礼堂拥有一千个座位 用于苹果新品发布 并且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碳纤维屋顶 另外新总部还有多座研发大楼 在主要停车场可以停放两万辆车 屋顶也是装满了太阳能板 还有隧道通往圆环主建筑下方的地下车库 做苹果公司的员工绝对非常享受 10万平方英尺的健身中心也即将完工 这里则是还在施工的喷泉基地 以及多个室外咖啡馆 整个总部的原林绿化还在进行 这项苹果公司新总部项目的成本 约为50亿美元 预计将在2017年初竣工 将有大约一万两千名员工搬入 新唐人记者宇婷综合报导 这件事在做法 我们下车库的写行 然后我们下车库的写行 我们下车库的写行